花蓮縣生命線協會慶祝四四周年特別舉辦系列公益活動 除了有愛心捐血還有協會之工組成的生命故事短劇團 在社區上演生命故事的創作短劇 讓民眾可以了解生命線的服務宗旨 也呼籲大家要重視珍惜生命的一題 舞台上的演員們用活潑生動的故事情節 闡述著生命線協會的服務宗旨 也呼籲大家要珍惜可貴的生命 台下民眾看得認真也給予熱烈掌聲 這是花蓮縣生命線協會慶祝四四周年舉辦的系列活動之一 理事長江岳成感謝志工們無私奉獻 也歡迎更多人可以加入關懷生命的服務行列 非常高興今天是花蓮縣生命線協會四十四周年的生日大會 那我們在一百六十多位的會員及家屬的參與下 我們在祖農禮的社區活動中心盛大的展開 很感謝各位長官還有好朋友帶來的祝福 那今年的主題呢生命線協會是代代相傳 讓愛相識 那我們很高興在今年也遭到第二十六屆的這個 我們的志工的訓練 現在一定會逐漸超過兩百名 那今天的活動非常有趣 有一個生命劇訪的活動 那我們所有志工的好朋友把他在接線或生命生活當中的一些遇到的問題 用戲劇的方向展示出來 讓民眾看了以後都能夠了解生命的可貴 然後能夠運用我們生命線的專線 來讓身心靈能夠得到撫慰 會中也有優秀志工的表揚 一試感謝生命線志工的辛勞與付出 而今年在疫情衝擊下 憂鬱和自殺案件人數大幅上升 生命線在防疫期間也投入人力來協助個案的情緒安撫 為了服務更多人 協會也正在訓練26期的志工要加入服務行列 希望他們能夠通過每一個階段的授訓課程 成為民眾在生死一線間緊要關頭的希望全員 這裏會歡視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